兔八哥加强我究竟有多猛 就这么说吧 等级起来后 抓老鼠不用抓到 只要放技能就行了 哈喽 大家好 老鼠 本周冒手机起码 加强了兔八哥的角色 像胡萝卜飞翼猫可以创中的平台 特别是30分钟的摄像师 可以给老鼠额外添加宣战效果 那些不打兔八哥就不会被宣战了 不要小看着就改动 因为被宣战老鼠嘛 兔八哥用5G技能时 会下期发射追踪胡萝卜飞翼的 到后期等着起来 八哥还有那个胜利赚的话 那就是万剑齐放 还正在追踪效果的 跑都跑不掉啊 冒玩家真的看着这些视频 赶紧拿去上风啊 感觉满上回学的 那爽再别慌啊 宝哥发现一个克制方法 OK 那现在是不是点赞 让我们进入到实战来看下吧 啊 这什么东西啊是吗 先飞个先 哇 去我的 哇 你们真的好离谱啊 原地不动 你们知道原地不动啊 就不会那个宣战 哦 我有个被动拍个屁啊 我说我有被动的时候拍个水啊 我说我有被动的时候拍个水啊 你知道 这意味着宣战啊 你知道吗 这意味着宣战啊 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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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探 在吗 小子 在吗 侦探啊 你知道啊 这意味着宣战啊 侦探兄弟 在吗 在吗 你小子 你在吗 他救不下来的 兄弟 他 真救不下来的啊 那谁扔的冰块是真无欲的啊 不是吧 你过来的 他就像这一零碍 你没想到的 你怎么把这一零碍 这个机械还的 那个 烤补 打 廢补 体会 长 啊 啊 吸打 屁红 可以 你可以 哎呦 抓不到海盜了 咱们抓得起来 笨蛋 都有架子还买架子 哎哎快一个 算算算算算 打个锤子啊兄弟们 你告诉我怎么打兄弟们 通过十二学看到吗 兔阿哥等级起来 特别是有了三倍加三级武器和罗伯 老鼠一倍宣战 如果没有无敌技能 老鼠根本走不掉了 还会暴露誓言 也不用啥操作 就点技能就好了 所以宝哥推荐卡组和带运不 有意思不认 完了是真爽 那么大家觉得兔阿哥会被虚弱吗 和带着牛汤 或者之前我们的斯维比亚又如何 宝哥觉得强度绝对提一网上 高端局的话没到过不说话 但是传奇杀一下的话 真的乱杀鼠队的 那么鼠方如何克制兔阿哥呢 那特技可以带兵的宝线 躲一波伤害嘛 或者选一个有无敌技能老鼠 用技能抵掉啊 然后兔阿哥的三倍触发 训战师是要调禁的 老鼠在退等到 移动或者手里有道具石啊 那此时三秒过后就被宣战啊 当时你在三秒道具石结束前 你不退等到 原地不动啊 手里也没道具的话 就不会被那兔阿哥宣战了 也不会触发那个三倍的 一开始宝哥还要是bug 后面我才懂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可以利用下这个机子 小克制一下 只要不被虚弹到 突然个威胁也很小了 只能说之前确实太冷门了 这个角色加强这么多 宝哥电梯都没到几个妈妈家我 OK那本期视频要做了 喜欢视频要不要忘记关注 咱们下车见了